另外延宕十年的海军上校以清风命案最近有了突破 特别小组还原了当时尹清风录下的录音带部分内容 尹清风的妻子李美奎说 他在半年前就听过这卷录音带 其中跟尹清风对话的人声音很模糊 尹清风在遇害之前和一位神秘人物碰面 录下的录音带里到底说了些什么 警察总长卢仁发今天不愿证实 不过尹清风的遗孀李美奎表示 他在半年前听过这卷录音带 尹清风当时会录音表示对方是涉案的关键人物 这个人是谁他又说了些什么 不过李美奎表示对方在录音带里的声音相当模糊 他认为要突破案情 关键在于当时涉案的前海军武获市上校图长郭利恒 引清风暗已经拖了十年 除了关系到家属的冤屈 更关系到军方和司法的威严 台湿新闻正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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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